我們看一下課題 他說平面1通過G點 而這個點G恰為1在A軸、Y軸、Z軸、3焦點所成的上方形的重心 換句話什麼意思 今天有一個上方形 這上方形這三個頂點 剛好是一個平面 和A軸、Y軸、Z軸的焦點 所以說這時候我假設這個A點 是在A軸焦點我假設成A00這樣行不行 B點是在Y軸焦點我假設成0B0 C點是在V軸焦點我假設是0C 所以說這時候畫出一個這樣三角形這樣行不行 好他告訴我重心 對吧三條中線焦點 重心是幾G G是幾1-2-3行不行 麻煩你求這個平面這樣行不行 好麻煩你先把這三個點坐標算出來行不行 那重心 重心剛好是3點相加 除以3對不對 所以說直接心算 這三個X相加 除以3要等於1 所以說A就是3這樣行不行 這三個X2 所以B就是6-6 再看立軸的地方 這三個X加除以3 會等於-3 所以C就是9-9 所以說我知道這三個頂點可以寫成A點四起3-0-0 B點主要是寫0-6-0 C點主要是0-0-9 需要這邊老師可以知道 可見這時候A軸結束是3 Y軸結束是-6 B軸結束是幾 -9 所以說這時候可以用什麼式 結束 A軸結束是3 所以說這個平面可以寫3分之S 加上-6分之Y 加上-9分之L 要等於1 去分母把大家同成18 6S-3Y-2L 等於18 數出來了 可不可以嗎 麻煩你把這邊把它加 看一下